显示都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对我的所谓睡眠障碍 在节目上与主持人蔡康佑大谈睡眠问题 2015年的节目却让精神科医师洋葱才 被有心人士盯上 变成睡眠精油的推销 让医师去补补 网页往下一滑 节目的画面是一样的没错 但是字幕却被篡改成 失眠精油帮助入睡真的很有效 被茂名在网路上贩售推销 才10ml的精油三罐就要价1199元 让医师气得要提高 这个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专业的声誉 不好意思那不是我们诊所推荐 诊所已经够忙了 还要接电话回应诈骗网购的问题 被拿着名号招邮撞骗 就是因为上头的影片一个比一个还真实 连不少电视新闻也是一页式诈骗 最爱以华节目的对象 但记者实际测试 用手机APP不到三分钟就可以制作 夹影片 截取要的片段用手机APP转方位 砍掉原本的字幕后 调颜色再打上想要的字 短短四秒的推销影片 人人都可以用智慧型手机来制作 猖狂的假网购 从去年八月刑事局开始收到报案 五个月来光报案数量就有2730件 平均每天至少都有17件的报案量 报案人数可能是购买人数的可能只有几分之一而已 但是从1月1号累计到现在三月为止 也有达到156件 警方呼吁民众观察公网站是否正确 只要三步骤 先观察是否有正确的地址电话 再来绝对拒绝加通讯软体私留 另外商品的价格如果低于市价非常多 多半也是有问题 民众在失心风全 还是要冷静多观察 这正中美开庭台北采访报导